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国民党团为阻挡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修正草案,党主席吴敦毅在前日中常会上要求党团做好业肃立法院的准备,但蓝营尽早动员抢攻一场,民进党团早已等候多时,让蓝营杀鱼而归,法案进负二读,对此由党团成员质疑,是吴敦毅自卸底牌,让绿营能提前因应。 根据联合报报道,对于吴敦毅下令耶稣一场,蓝营立维所获取的资讯似乎有所落差,有党团干部表示,没有人通知他说吴敦毅要求耶稣一场,最后还是上网查新闻,看报纸才知道,职议是不是在炒新闻。 另有资深立维表示,立院攻防策略有一定机密性,吴敦毅却倒拉拉在中常会上下令,放着政策会执行长等沟通管道不用,等于让全世界都知道国民党要如何作战,认为吴对立院运作已经生疏。 而吴敦毅前日下令后,反而是民进党团在昨天率众抢战一场,有立委打趣的说,主席应该是对民进党下令吧,国民党团总赵灵德负责嘲讽,在野党主席一句话,执政党就跟着做,是天大笑话。 对于民进党团早早被占抢位,吴敦毅昨日受访时表示,他其实并没有直接下令耶稣立院,而是说要有做好耶稣的准备。